柳神医生有过多少位朋友 他的朋友们结局如何 柳神当初乃是九天十地之中 至高无上的先王巨头 他不仅实力强大 其相貌更是风华绝代 只可惜即便如此 也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孤独 柳神早在仙古纪元初期之前 便已经诞生于九天十地之中 他度过了相当漫长的一生 这一生虽然交到了不少朋友 但这些朋友都因各种原因离他而去 那么柳神医生之中 都有哪些朋友呢 一 六道轮回先王 无中先王 柳神诞生于九天十地之中 因此他最熟络的 乃是九天十地之中的先王 而九天十地之中最出名的两位先王 莫过于六道轮回先王 以及无中先王 柳神与他们所研究的大道 虽然并不相同 但互相交流修行心得 也是能够印证自己所修行的大道 并且六道轮回先王和无中先王 乃是两位极其热心的先王 隔三差五便会举办新的交流大会 数位先王能在南海紫竹林当中品察论道 一来二去之间 这些先王们便成为了好友 而柳神也正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后来 九天十地之中的先王 几乎全部都在 仙古纪元末期的大战之中 全部阵亡了 即便是实力强大的六道轮回先王 以及无中先王 也是落得个马格果师的下场 为了能够替他们报仇 柳神孤身一人 杀尽一人 虽然手认了数位抑郁不朽之王 但他也因对手数量众多而受了重伤 二 禁区之主 禁区之主买是一位极其神秘的先王巨头 他在仙古纪元初期便已经陨落 禁区之主的一生 都在寻找堤坝界之后的黑暗源头 也因为如此 柳神才会与他成为好友 为了找到黑暗源头 禁区之主培养出了八位 在各自时代之中最强的年轻强者 只可惜即便这些强者最后都陨落 禁区之主也依然没有找到黑暗源头 之后禁区之主在机缘巧合之下 遇见了自己好友柳神的弟子十号 之后禁区之主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好友的弟子 禁区之主便将十号收为弟子 尽心竭力地辅佐他 直到十号成为先王巨头之后 禁区之主才渐渐推至十号身后 为了报答禁区之主的恩情 十号强大之后 更是数次踏入第八界的另一端 最终在终极古地找到了黑暗源头 三 盘王 盘王乃是一棵仙桃树修裂而成的仙王 他可以算得上是仙玉的盖世高手 他与敖胜等仙王并列为仙玉最强者 强大的实力也使得他拥有一座 相当庞大的仙王城盘王城 这座盘王城乃是仙玉之中 最大的几座古城之一 仙玉的普通强者 根本无人敢在此地造次 盘王拥有如此恐怖的背景 以及实力 本应没有机会 结交道生在九天十地之中的柳神 不过在机缘巧合之下 盘王曾欠下了柳神的一份因果 也正是因为这份因果 使得二人成为了侯友 只不过盘王一直没有机会 前去偿还这份因果 直到后来 他从禁区之主的口中得到 十号乃是柳神的弟子之后 他便找到了这个机会 此时的十号证 被敖胜等仙王所追杀 是盘王出手救下了十号 并且之后 十号在被敖胜等仙王击杀时 又是盘王替他守护住了他的朋友们 如此一来 十号便欠下了盘王的因果 最终在大清算到来之际 十号就下了变回桃树的盘王 了却了这份因果